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王所起的一切的得慧的 那种力量的威猛叫国王 但在国王当下 他又是捏捏之间 他去向自心 他已经跪向己隐在自心之中 但他的捏捏之间下 无上正真道义 所以那叫法葬 他一段一段 你看这个位刺之中 讲的那个剑刺 他一段一段 把他的作用的心向 一段一段告诉你 一段一段的心中的作用告诉你 他这里面就已经在什么 在你浮现无量寿 无量光 这就是无量寿 无量光 无量的智慧现前处 大照现前处 无量的智慧叫做无量光 无量的所有的作用现前处 就是无量寿 你看看他就是这样子来 可是到了这个法葬的时候 仔细思维 行者现在的法葬 这一面心已然具足了 从此以后 虽然我不管我现在叫自然 你叫维闻他 叫心海的刀锋 你不管你现在世界的名字是什么 但你在法性上面 现在你在法界之中 你那个法杖的名字 我们是相同 法杖的名字是相同 我们现在秉持着心中的 那种令令之间去向的 那个心向是相同 所以为什么讲到西方极乐国土 一切人天相貌一样庄严 就是心中这个相 所以搞出来都以为说 每个人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那极其复印 印报纸 他在心向相同之中 他可以处处现象 他见到大山就是高远 见到大水就是流长 见到大树就是挺直向的 但他为什么能够现种种万象 因为他去向的法杖心向永远是异 同意庄严 但他入道的世界可以陷进一切庄严 在委屈人的相面他陷勇猛 对吧 陷高人面前他陷谦卑 在心中那种粗暴人面前他陷柔和 谁跟你说那个色相一定要一样 你色相要一你还是卓上在说西方极乐 那您现在听到大概现在的 现在的尽忠对吧 现在唯一的那个大教就是告诉你 那个色相一样 话筒再回来 然后这一念心中我们的法相是一样 你站在这个法相之中你会发现 你从此以后虽然名字我们有种种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念心是绝对一样 我现在不要讲他的一样 我现在你说住的这一念心中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你虽然我们的俗家的名字种种不同 但你心中现在的力量在哪里 就在这一念上 这一念他统于一切念 过去在他心底的作用是国王 现在已经叫行作上面叫做法杖时 他也是什么 他是超越一切的 连国王这个念他都超越 所以叫高财勇者 高财勇者 高财者叫贤贯群伦 贤就还因为他是现在贤结 就是一切作用智慧作用 他是贯群伦的 群伦就是一切万类 贤贯群伦 你在这一念心上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作用功德 像现前你是什么 你是贯他你是主宰他 什么叫功德作用 刚刚讲国王 刚刚讲弃国 刚刚讲舍王 刚刚讲心里中你还知道事自在 你这些都是功德作用啊 这些都叫万类啊 这些都是群品啊 你确实这一念心是超越那一切的 心里面有没有那些作用在都在 但你还是那些作用嘛都不是 叫先贯群伦 然后勇折呢 折就是智慧啊 折的意思就是智慧 那勇是一个勇 一个力 勇就是勇出啊 那个勇到的勇啊 其实就是勇 勇出的意思 他就彼此相通 彻通 勇到的勇 所以那个叫做智盖万有 智慧 他能够折腹 叫做盖万有 一切万法 智盖万有 这两句话的时候 讲这四个字的时候 不是告诉你在什么 在拍法藏的马屁 是真正让你体会那个心中的作用 所以一步心中 那天才讲过 智盖万叫做智 每一个文字 就好像你在看那个地图一样 智慧 你都要清楚 他没有一点 没有一段 没有一条 是没有用的 你缺了一点都不叫智慧连贯 确定一点 智现在下不来 尾线出不去 你中间断一点 断一点而已 那尾线就断 智线也就断 不能连贯 既然能够成智慧连贯 才能堪称智 所以没有一个文字 没有一段话是多语 是坠语 是叫做散 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字 叫做坠语 你会急什么 所以那个会急会急 不是那个急 不是那个苦疾灭道的急 他过去应该是那个着急的急 会急 就搞坚重 看了清楚就怕看不懂 他自己看不懂就算了 怕别人看不懂 干嘛看不懂呢 我只有看不懂他 看不懂的人 怎么会去做汉奸呢 怎么会去通过使命呢 在同院会 在王一堂底下 看着王一堂杀那么多的人 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他居然还可以跟他同事 还可以杀完以后 他还帮他做超度法会 下连居 李市长 假如说要是我真的把那个照片贴出来 你们看那个照片才会心痛 你看不到那个像永远不会有人心痛 网络上天天都有 不是你真的要去找 可以看到网络上贴那个王一堂 因为王一堂是当时在抗战时候最无耻的汉奸 最无耻 他最大的汉奸 因为他就是要代表什么 代表国家的 他就要等汪精卫 汪精卫就代表日本统治底下的中国 那汪精卫没有敢去 那就是王一堂那个时候就在北京耀武扬威 那叫王总长 也就是净空嘴巴里说的 秦菩萨道的王总长王一堂 你看他杀那个杀人的那个照片 整个村庄埋 就是后来抗战完以后把他打开了 整个村庄埋尸 整个村庄火埋 整个村庄杀掉 因为他怀疑里面有抗日分子 这个叫同院会 同什么院 王一堂到了日本去跟天皇写那个诗 王一堂是国学大师 他教人家弟子归的 所以没有这些中华儿女民族情操 都教人弟子归 没有根本传统的 心中没有传统那个滋养 都教人弟子归 现在出家人 他说他的师父是在家人 就没有这个传统文化 根本不懂弟子的 他都教人弟子归 所以你看到 那个王一堂杀人杀那个 那是可怕 那是可怕 他同院什么 他到日本去 他写的那个诗了 国学大师写的那个诗 他那个称赞日本天皇 那个一副就是天皇室 他父亲的口味道 网络上都看得到 所以他是最无耻的汉奸 最无耻的中国国学大师 他是传统教育的 最无耻的 你看得到 所以他还跟谁同院呢 他当然是跟日本人同院嘛 他怎么会是跟中国人同院 他的同院会就是跟日本人同院 同什么院 同一个 就是在一个大东亚工农圈底下的 一个佛国净土 所以我说你们可以去看看 东营佛教南营佛教 在当时那个佛教的理论 理念 你就知道他们的佛教的理念在哪里 他们佛教的理念在哪里 因为就同院会还有十个顾问 就是日本顾问 那顾问不是他来问你啊 是你要去咨询他的 你的念念之间要跟他同院 因为他是日本军防的顾问 派过来的日本顾问 他们就是一个大东亚工农圈底下的一个佛国净土 他们说要为了这个佛国净土 那杀祭一切逆己 像十字军东征 就是当时日本佛教的理念 那你说同院会是什么理念 那跟谁同院吗 居然说同院会是行菩萨道 下连居这里面 菩萨界里面讲说不能通国使命 何况做国贼 今天就算不讲他是汉奸 但他通国使命 他拿着日本新亚社的钱 去翻印他的会几本 他的会几本就是那时候出来的 所以到李炳南手上交给靖空 靖空都讲了 李炳南告诉他说 这本经有争议 争议在哪里 争议就是他曾经就是抗战 日本底下的佛国殃民的工具 为什么有争议 大家现在呢 现在就背着良心了 明明知道有那么多的武力的执箭 什么我的弟子穿袈裟的 我的弟子都寒音收的 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坑一声的 没有个人怀疑 你所依选的那个师父 是不是心中有点矛盾呢 有点问题 连这一般的伦理 一般弟子该守的弟子规都不守 他还跟你讲佛法 到得了西方吗 心都不觉 如何到得了西方 所以叫做高才勇哲 不是他叫高才勇哲 话转回来了 话再转回来 高才勇哲 与世超异 他在一切世界上 与世超异 这个世刚刚讲过 他世饶王就讲过 就是大学心体的 随缘接替处 交替处 你用在绝项之中 你可以看他随缘 随就如是交替 你用在一个行者 现在的发现的绝照里面 你也能够会发现 你心中的根本的 基地的交替 什么叫发现交替 这可能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讲这个世子 世间的事 但或许我一直 没有把它讲清楚 我以为这样讲过 你们大家可能会听 听得比较了解一点 但今天在这个交替上 再跟大家 再剖析一下 让你去感受到 因为心绝对不是 一向一法一行 你才觉得我发这个心时 一下面那个心 已经变成另外一种力量 你说我要半道 我要向道 你下面再起那个心 就是什么 力量之间诚恳于道 你在诚恳于道的时候 这个诚恳于道 他那个心又不住 他住在哪里 他就能够推求道向 所以就寻发 这些心到底在哪里 向道 向道又不是一个心一个向 他在推求种种道向 你在推求之中 推求又不住 他在哪里 在种种推求向上力行 在推求向上力行又不住 他就在种种力行上面成就 心就是像一个树裂 要一直让他流眼 一直这样子重重重重 无尽无尽 那就是大觉体啊 你仔细思维 你曾经住过哪一个心象中 你都不住啊 你才能够大觉啊 你明白这个 你才知道他叫做 什么叫世饶意啊 才叫世自在 你才会懂得什么叫法杖 所以为什么他叫与世超义 就是这么多的一个行者的发心 从这个发心之中 他能够入手同 保私网的一切 重重重重重 珠光相接的一切 行为作用功德 明目当下 他居然念念成就 念念不住 叫与世超义 本来你的心中 就是念念成就 念念不住 可是你跺在感受之中 就是念念在那边造作 念念在那边堕落 执着是有助 你尽量执着有助 他也不住 那这句话是在哪里讲的 是你真正正得 那个法杖的心以后 你才能够看到 你本来面目嘛 你才能够知道与世超越 他才能够真正与世超越 他不但是讲越 所以你看到经文里面 他讲义 义就是什么 他能够容纳万象 容纳种种千叉 叫做义 所以这个义字 中国字上面从一个田 田是什么 田是根云相 田还有分割相 所以田相 就让我们出家人 穿的那个衣服 袈裟就是田相 田叫割结 你站在某一个角度看 他就是割结 就分割那个田地 但是田还有一个 你割结完了 就是每一个割结上 都有根云 每一个割结完的根云 就是什么 就是千叉万别的 种种作用 但是这么多的千叉万别 他又什么 共会一处才能叫义 所以田跟共 才能叫义 那你说什么意思 叫共会一处才能叫义 听不懂 你根本不共会 那说什么义 你是你 他是他 那就不必义了 你是你 你只知道你 他就知道是他 他永远知道是义 哪有义 能够共才是义 所以根本就义 精体中 你才能够知道 种种差别 假如根本都是什么 根本都各立心体 你还不知道义吗 各立心体 你永远知道你 他永远知道他 你还会知道什么差别吗 你就不知道义 你不知道义 也不知道什么 也不知道解 这就是决心 所以你说这佛门用字啊 古德用字 语是超义 他还没说超越 超是已经越像 义单当相 这两个字中 他有两种不同的表法 两种不同的表法 才能够把一个心体的作用 标落无疑 超义 那你能够在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中 能体会这个经典之中 那个字相的连贯 你敢去汇集吗 你没事在那边 删繁不断 要补解 对吧 那 本来就是精中 就是什么 就有智慧在这边照 就是根本的智日长照 你却不照 你就刻意去找什么 找你的感觉 要删繁不解 所以那个叫做小日本 小日现前 大日不要 你找小日本 对吧 所以他就会做汉奸 现在我才了解 为什么汇集的人 会到汉奸团体去 因为大日找不到了 他要找他们去找小日 小日就是 他找他心里觉得 这个经文通的地方 所以 其心如是 其心如私 所以世间法中 就如是展现 所以他投靠小日本 对吧 嗯 这个我也能够下摆 我每次讲这个 那个谁 维闻就看我 哎 他好像在帮别人求情的感觉 对 对 我也想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